你这么笨笨的,又傻傻的,总是喜欢自作聪明,如果妈妈能照顾你一辈子就好了 过去,有很多次,母亲都这样说 但实际上,珍惜知道她想要说的,并不是最后的话 她想要说的是,如果你能够拥有正常人的生活就好了 像正常人那样欢笑,流泪,行走在蓝色的天空下 淋雨之后不用害怕感冒,奔跑的时候不用担心会摔倒 过着随波逐流的生活,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学习,工作,结婚,生子,退休,养老 最后安宁或者不安地死在病榻之上 度过健全的一生 只可惜,这样的人生注定与她无缘 从她出生的那一瞬间开始,这个世界就渐渐地变得截然不同 当这一份从小过于充沛的体能发展到奔跑会让皮肤崩裂的时候 她已经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她必须做出选择 做出比正常人更多的选择 越是窘迫的人生,需要做出的选择就越多 越是贫乏,就越是难以抉择 因为那并不是所谓的二选一 而是,在两个里面放弃一个 放弃要贵300块的咖喱猪排,选择了便宜的乌冬 放弃了会损伤身体的田径 她选择了暂时稳定的身体状态和生活 放弃了遥不可及的大城市之梦,选择做一个土包子 放弃了美好的幻想,选择脚踏实地的打工和进学补习 最后,又放弃了到全乡的平静生活,选择了缥缈的一线希望 获得的越多,放弃的就越多 她选择一无所有的活着,像是野草一样的生活 却又发自内心的期望着 或许,有一天自己能够像是怀指小姐那样 孤高又刚强,不必再放弃什么 可当天真的幻想被撕碎时 所迎来的,便是最后的放弃,最后的抉择 在意识反应过来之前 身体就已经率先做出了反应 就像是一直以来大家说的那样 或许,笨蛋都靠本能活着的吧 在扣动扳机之前,珍惜一直都保持着宛如机械那样麻木的冷漠 因为有无形的利刃将自己切裂了 有一半自己冷漠又镇定地利用了每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使用了黑卡和武器 这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和惊慌中失控 而是清晰地认识到了每一个将会出现的结果与可能 平静地像是在做一道数学题 为了遵守约定,放弃了逃走 为了保护怀指小姐,放弃了眼前的救助 为了拯救更多无辜的人 放弃了曾经的恩惠 为了让这一切停下来 在那瞬间,他得出了最后的结论 必须杀死角山叔叔才可以 于是,珍惜扣动扳机 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另一半自己 在烈光难以照亮的黑暗里,无声啜泣 放弃了所有的奢望和幻想 那些幸福的未来和不切实际的美梦 这就是他最后的选择 当清脆的幻听在耳边奏响 便有价值一千万美金的幸运降临 审判的烈光呼啸,喷勃而出 和纯粹的毁灭一同到来的 是堪比坦克主炮级的后座力 以及,无声的死亡 拇指粗细的一束光芒跨越了短暂的距离 精准地灌入了角山恶然的面孔之中 撕裂魂灵,破体而出 带着足以蒸发原质的热量呼啸而去 烧红的铁针在名为世界的油画上 画出了一道焦红干涸的轨迹 将遥远的距离蛮不讲理的贯穿 撕裂了他画自在的胎模 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紧接着,到来的是漫长的死迹 珍稀剧烈地喘息着 握着银王的手臂微微颤抖 衣袖早已经在肆虐的热量之下蒸发 可不可思议的是 手臂和骨骼却完好无损 只有握枪的虎口崩裂出一道细碎的痕迹 那是失控的肌肉撕裂了皮肤 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一点伤害 奇迹突兀地降临 又悄无声息地离去 脚山愕然地凝视着面前的少女 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下意识地 向前走出一步 踉呛地,再一步 带着额头上巨大的裂口和血洞 她的嘴唇无声地开河 像是要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努力地瞪大眼睛 想要从迅速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到眼前少女的踪迹 到最后,麻木的身体向前倒下 狼狈地摸索,终于触碰到脸颊的形状 就像是溺死的人想要抓住一线稻草那样 那么用力 艰难地,微笑 想要说什么 可那一瞬,她的动作凝固了 再无声息 珍惜呆滞地低头 察觉到抚摸在脸颊上的手掌缓缓滑落 带着血的痕迹 还有那一张致死都未曾有过任何怨愤的平静面孔 就这样,她的身体一点点地软倒在地,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感受不到任何的情绪 在这短暂的寂静里 她长久地凝视着那一双渐渐失去光彩的空洞眼瞳 努力地想要辨识出她最后想要说的话 但一切都已经随着死亡一同离去 了无痕迹 只有血在一点点的冷去 这就是她所选择的结果 她所放弃的东西 当珍惜在一次抬头时 便看到了不知何时站到了自己身旁的怀指小姐 还有她悲悯又沉寂的眼神 她努力地想要笑一下 可是最终却只能挤出一个空洞的表情 怀指小姐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残酷的事情呢 沉默里 怀师无法躲避那样孤独的眼神 做出了回答 大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吧 这个世界从来不温柔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却还有更多 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 必须放弃的东西,也太多 从来都是如此,不曾改变 怀指小姐也是这样吗? 珍惜颤声问 是啊 怀师汗手,平静地说,总需要放弃,总是很痛苦,也会感觉很难过,不知道究竟怎么样才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继续啊? 珍惜哽咽着,难以理解,为什么还要过这么痛苦的生活,为什么就非要做出选择不可啊? 大概,是为了更重要的东西吧 怀师蹲下身,凝视着他的眼睛,郑重地告诉他,珍惜,人不是为了痛苦而活着的,我们也不是为了放弃才做出选择 虽然舍弃什么会很难过,但如果不做出什么选择的话,人就无法成长,也不会有未来可言 有的时候,你会做出选择 舍弃一些东西,然后再得到什么 或许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不做出选择的话,就什么都不会有了 停在原地的人不会理解这种可悲 他伸手,拥抱着面前的少女,轻声安慰,每个人的理由都总有不同 或许你会觉得我只是事不关己的说一些大话,但总有一天,你会理解,会有自己的答案 怀指小姐,我,我,我只是 就像是抓住救命的稻草那样,他抓着怀师的手,颤抖着 明明有很多话想要说,可喉咙却耿住了 完全,说不出话来,只有眼泪,无法克制地流下来 从一开始的啜气变成无法控制的狼狈大哭和呛咳 嘶哑地呼喊着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话 那些涌动在冰山之下的痛苦像是潮水一样忽然涌现,难以自意 就在终于放弃逃避的瞬间,他终于体会到不断地舍弃所带来的庞大痛苦 还有痛苦所带来的领悟,所谓的他自己 有原质的幻光照亮了怀师的眼瞳 自珍惜的躯壳之中,缓缓成形的灵魂之中焕发出隐约的光芒,本性升华 怀师愣在原地,难以置信 竟然是,升华 他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有幸能够见到其他人升华的场景 这是当第一缕火花被点燃,亦是从白银之海中超脱,铸就魂灵的奇异景象 只是瞬间,那辉煌又孤独的光芒一闪而逝,完成了蜕变,归于内敛 从此,一切都变得截然不同 在昏沉之中,痛哭的少女终于沉沉睡去 竟然是升华吗?实在是良才美誉 没想到李建佳还有第二个堪比守静那小子的良才 不,应该说,这是你带来的变化才对吧 在怀师身后,有一个低沉的声音感慨道 怀指小姐,你才是这一份奇迹的造就者 怀师在惊悚中猛然转身,眉头皱起 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身旁竟然出现了另一个身影 那是未曾见过的中年男人,但却好像似曾相识 面目俊逸而威严,双目漆黑,毫无半点白色 带着难以言喻的邪意和癫狂 只是被看着,就能够感受到浓厚的威胁与不安 但正是这种感觉,才令怀师分外不可置信 你是?锅首缺?竟然看出来了吗? 中年男人微微咧嘴一笑,戏血的意味一如既往 老朽还说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反应得真快啊 怀师下意识地按在珍惜身边的银王之上 别急着动手 锅首缺和煦的白手,微微后退了一步 放心,我虽然有点恶意,但却不至于放纵于拳脚 也不打算袭击你 说着,他提起了手中还冒着热气的罐子 得意的一笑,刚刚做了一锅好汤,补得老朽都返老还童了 可惜无人分享,要不要来点 香气扑鼻而至,清甜又富裕的鲜嫩气息萦绕在鼻尖,隔着老远嗅到,便令人食指大动 无庸置疑,那是罕见的除魔料理,不可多得的精品 竟然能把一个接近200岁的老怪物补回中年时的状态,恐怕是真得绝佳的补药了 但这个家伙会有这么好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